午茶時間來充電 一起來品味科技下午茶 哇哈哈 歡迎來到嵌入式放牛班 我是蔣元肯尼 這堂放牛班的主題是 I2C 請朋友們放鬆心情入座 內容大綱就在你眼前 請先過目 我們馬上要開始囉 Yohoho I2C基本說明 I2C是Interintegrated Circuit Bus的縮寫 中文的翻譯是機體電路之間的匯流排 各位應該可以發現 這個I2也就是I平方 主要就是由前面這兩個英文字母 I跟I結在一起 因此 一般會把它縮寫成I2C 這是官方的說法 至於什麼是機體電路之間的匯流排 請各位看這張圖 這是一個PCB上面的示意圖 中間這顆是一個MCU或SOC 至於匯流排指的就是 在機體電路之間的匯流排 各位應該發現 所以這個匯流排是指IC之間 溝通的方法嗎 其實可以這樣解釋是沒錯的 機體電路就是IC的意思 各位在看剛剛的這個 左上角的這個英文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ntegrated Circuit 後面這兩個字 就是IC的縮寫 也就是所謂的機體電路 所以 Inter的意思就是 在機體電路之間的一個匯流排 這就是I2C的基本的意義 I2C是由 Philip 5半導體 也就是NXP的前東家 Philips Semiconductor所制定 屬於串列多主重架構的通訊協定 目前由NXP繼續維護此規範 最新的規範是在2014年制定的第六版 I2C非常的受歡迎 在整個業界有很多的地方都被使用到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 基於I2C所擴展出來的其他標準或應用 首先上場的是 SMBus 就System Management Bus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標準 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張圖 就是SMBus的標準 它的封面 這個標準是由SMI 還有SMBus這個組織所共同制定的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18年的版本 而這份 這個規範 目前就由這個Powersig.org來維護 這個Powersig.org 也是我們等一下會談的下一個規範 所負責維護的網站 我們來看下一個規範 叫做PMBus 是Power Management Bus SMBus跟PMBus是有關聯的 各位請看這張圖 這張圖就說明了這三個規範之間的關係 最底層就是I2C的規範 它是屬於Physical Layer的部分 在網上 SMBus加上了Data Packet Protocol之後 就變成一個SMBus的標準 在網上 PMBus在Data Packet Protocol基礎上 再加上Command Set 所以這三個規範之間的關係 就如這張圖所示的 如果有一個 單純I2C的裝置 要執行在PMBus或SMBus上 理論上是可行的 因為以PMBus或SMBus來說 它的最底下基礎都是I2C的Physical Layer 所以 無論這三個標準是哪一個 只要是支援I2C的IC 都可以在這三個標準上面使用 下一個我們要看的是IPMI 是一個由Intel 跟幾個廠家共同制定的一個管理的介面 這個並不是一個國際標準 它是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IPMI架構的部分 從這個架構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圖上有三個點是跟I2C有關的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一個PCI Manager的Bus 因為這個就是標準的PCI的介面 因此這邊走的就是SMBus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剛剛旁邊看到這個SMBus SMBus是PCI的介面裡面的一個標準的接頭 接下來2的部分就是IPMB的Bus 這個也是以I2C為基礎 並在上面建立更多的 Command Set跟Protocol的一個介面 它基礎也是I2C 但是它有制定的IPMB的 Command跟封包 至於3的部分 則是單純的I2C介面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裝置 都可以支援IPMB上面的要求 這邊列出來就是 包括基本的Sensor 或一些比較簡單的周邊 就可以透過3的部分 所以在這張圖上 123都是跟I2C有關係的 下一個登場叫ATCA ATCA是一個在通訊領域上的一個架構 這樣的ATCA架構長出來的產品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右邊這個圖 它後面就會有塊背板 背板上面就有非常多的插槽 這些插槽就可以插進一片一片的板子 中間這兩個比較長的插槽 主要就是插Controller Board 就是CPU Board 旁邊則是插周邊的部分 由於這個標準主要就是走PCI 目前都是找向PCIe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SMBus是在這個架構裡面 一定會使用到的一個 基本的傳輸介面 最後還有一個叫DDC 談到DDC大家可能 沒有什麼概念它是什麼東西 但是各位如果看到這個Visa 各位可能就知道了 因為Visa就是跟所有的顯示有關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組織 在Visa的組織裡面 它有定了一個叫EDID的Standard 這個Standard就是基於I2C所做成的 包括現在很多螢幕插上來 它可以自己告訴你 它支援哪些 它哪些掃描頻率 以及它的更新率 以及它的Pixel資料等 都是透過這個EDID的方式 來告訴host的PC 而這個標準就是在Visa上面的EDID 它走的就是I2C 所以這邊林林總總列出了這麼多項 包括SMBus、PMBus、一直到DDC 這麼多標準都是基於I2C來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I2C有它的強項 至於它的強項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會在下一段來說明 I2C傳輸說明 I2C的強項以及它的特色 就是相較於傳統I2C提供了非常精簡的介面設計 什麼是傳統、什麼是精簡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是一個傳統的S-RAN 這個S-RAN它的接角 如各位現在所看 它總共有28個PIN角 這28個PIN角完全沒有多餘的 全部都派上用場了 我們將這28個PIN角稍微整理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它現在的樣子 從上面往下看 最上面這個是VCC 是供電的部分 下面是接地 左上角這個是一個Enable的PIN角 接下來有15個PIN的A0到A14 為什麼是15個PIN? 因為它是一個32K的S-RAN 因此需要15個Address角來定指它 接下來它有一個RIDE的輸入角 底下是D0到D78個bit的DELTA PIN 所以這樣加起來總共就是28個PIN角 我們將這個IC先放在旁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什麼是傳統的BUS 我們以ARM的介面來舉例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ARM AMBA 2.0的標準 現在有更新的3.0 以及未來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標準 但是我們今天以2.0來做一個說明 首先我們先看左邊 左邊是一個AHB的Master的BUS的設計 右邊是AHB的Slave AHB的意思是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的意思 左邊是指如果你是一個Controller的話 則你要使用左邊這個BUS 比如說ARM的Cortex內部的核心 也就是它的處理器 或者是DMA的控制器 就要使用這樣子的BUS 這個BUS的左邊是輸入 右邊是輸出 同樣的右邊這個Slave 左邊也是輸入 右邊是輸出 以Master跟Slave為例 通常Master的輸出就是會接到Slave的輸入 而Slave的輸出通常就會接到Master的輸入 譬如說以這個AHB Slave 右下角的這個DATA輸出為例 它的這個DATA輸出就會接到 這個AHB Master的左邊 也就是它的DATA輸入的部分 接著我們再來看中間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所謂的傳統的BUS 所會涵蓋的PIN角 我們從 我們以Slave為例 因為SRAM 我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SRAM它就是屬於一個Slave的裝置 如果它是裝在AHB的SlaveBUS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左邊的PIN角也包括 Slave角 這個Slave角就可以對應到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Enable角 接下來有一個Adress角 這是Write角 這是Transition Size Burst 接下來這是DATA角 然後這是Reset跟Clock角 這邊角位非常多 這邊如果加起來超過70根PIN 再加上右邊這邊又有32根PIN 所以這樣加起來 就大概有100支PIN左右 百來支PIN 所以這個是在ARM的AMB2.0的標準底下 如果你是一個AHB的Slave裝置 而你充分的support 所有的這些PIN角的話 你就要有100根PIN 這是非常的驚人 非常的多 接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個AHB的Slave套到 右邊的這個SRAM 我們把它套上去之後 各位再看一下 右邊這個例子 以這個SRAM來說 它的最左上角的 這個Enable角 就會對應到 上面這個Slave角 接下來A0到A14 對到這個Address 然後這個Write角 接到這個Write角這邊 如果你在往前延伸 這個Write角的圓端 就是對應到這個MASTER 所以這是一連串過來的 當然DATA角是對到這個 以這個Write 有一點要特別說 就是以VCC的部分 如果你是傳統IC 就在同一片板子上的話 一般這個 你使用的電壓 必須跟MASTER是同步的 所以這邊如果是用3.3V的話 這邊也必須是3.3V 而且這邊所有的訊號的準位 都必須是3.3V iSQC在這個部分 它的電壓就比較有變化 它可以因應 因應MASTER跟Slave 需要有做一些變化 這個等一下會提到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以Address為例 因為這是32K 它用的15根PIN角 對不對 以15根PIN角來說 但是如果ARM 它是32bit的 它實際上它的Address角 是A0到A31 所以這個當中 就必須要有一個Decoder 所以實際的設計上 除了這28根PIN要接滿之外 其實它的外部 還必須再加上一個Decoder 這個Decoder的意思就是 你的沒有用到的PIN角 高位元的PIN角 必須透過這個Decoder來做解碼 以這個SRAM為例 A0到A14 可以這邊直接接A0到A14 至於A15到A31 必須透過Decoder來解碼 以RAM為例 ARM M3或M4的建議是 RAM是從2000萬的位置開始 所以如果Address的位置 是在2000萬的話 我們可以解碼 讓它從H-Select-1出來 這個就會接到右邊這個PIN 所以當你CPU輸出了 是2000萬的位置的話 這個解碼器 才會把這個拉漏 拉漏之後 這個就會接到這邊來 才能選到這個RAM 至於其他的A0到A14 當然就可以直接 從這邊接到這邊 所以如果以Codex M3或M4的 核心來說 它的Adress角就會先進到Decoder之後 接著有適當的解碼輸出 再接到這個SRAM的部分 A10到A14 這可以直接接到這邊 Write的部分 當然就從這根PIN 直接就接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接到 SRAM的Write的PIN角 Read的部分 可以這邊再加個反向器接起來 Data的部分 就從這邊輸出 直接到這邊進來 至於SRAM的輸出 就會從右邊這邊輸出 接到右邊這邊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讓各位看到 如果在ARM的架構底下 的傳統的設計的話 它的BUS接角是非常多的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 實際上還有更複雜的部分 因為目前我們舉的這個RAM SRAM它是一個SLAVE的裝置 如果你是一個多MASTER的概念的話 因為I2C是可以support 多個MASTER共存 所以如果你是多MASTER的狀況底下 通常你的線路上還需要一個ARBIT 就是一個仲裁器 這個是一個ARBIT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ARBIT 的作用就是 左邊的輸入是ADDRESS 加上LUCK 右邊會有這個GRAND的輸出 各位注意看 譬如說這個GRAND的輸出 它這邊有三個對不對 這GRAND輸出就會是 這個AHB MASTER的上面這個部分的GRAND 因為對多個MASTER的系統來說 必須有一個ARBIT 這個仲裁器在中間來判定說 目前哪一個MASTER可以佔有BUS 因此就會再增加這個部分 所以現在各位看這個整個圖 這個就是一個 如果在AMBA 就是ARM的架構底下 你走傳統也就是 標準的IC的介面設計的匯流排的話 就會有這麼多的PIN角 各位可以看 如果是多MASTER的話需要ARBIT 如果是單純的SLAVE的話 你需要DECODER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個就是傳統底下 它的接線是這樣子的複雜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I2C 剛剛看完這個SRAM 我們來看一個典型的I2C的裝置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I2C的裝置 它的接角 其實它就是兩根PIN而已 一個是SDA 一個是SCL 這個是供電的部分 這我不用理它 這個是這邊有一個ALERT 是SUPPORT SMBUS的一個叫SM ALERT的部分 這個是特別的中段 不是直接 不是一般的中段想法 這是SMBUS有特定的 就是如果I2C的裝置 它想要主動發資訊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拉動這個ALERT角 接下來SMBUS的HOST 會發ALERT的相關的Protocol 這個不在今天的討論 不過只是告訴你 這是SMBUS定義的一個 I2C裝置 可以主動發出中段的方法 但它不是單純的拉中段而已 因為你拉了這根腳之後 接下來 SMBUS的HOST 會有一系列的Protocol來處理它 這邊右下角 這個是一個選擇的PIN腳 這個PIN腳通常是用來 更換你的ADDRESS的部分 所以各位 如果跟剛剛那個SRAIN來比 剛剛SRAIN有28個PIN 全部要用滿 這個I2C的裝置 這個小小的只有6根PIN 但實際上它使用就是只有SC 跟SDA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兩個IC 放在一起看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IC差非常多 不過這個是沒有等比例的 所以我們只看PIN腳 就是這只有6根PIN 這有20多根PIN 那實際的Size 那當然差更多了 大概Size就是差這樣 實體比起來大概就這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I2C非常受歡迎 因為你在一個板子上 要做完整的通訊 I2C所定義的方法 只需要少少的PIN 不需要太多的接線 就可以達成 至於它是怎麼達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說明它 我們剛剛提到 I2C有兩根重要的PIN 一個是SCL跟SDA 這個是clock的意思 那這個是data的意思 這個S就是serial 它是序列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 首先它的VCC的部分 它可以透過Pullout的Register 就是提升的電阻來彈性供應 彈性的調整你的電壓需求 所以不管是1.8啦 3.3啦 5V啦 你都可以透過外部的提升電阻 來更換你所需要的電壓 接下來它有一個特別的方法就是 當你的clock是hide的時候 你的data是由hide轉動的時候 這個它定義為它這個叫一個start start of a frame 這個是從Idle到開始可以傳輸的時候 的一個設計 同樣的設計也是在 當clock是hide的時候 如果你的data pin 是從0變成1的話 這就是一個stop 這樣子的動作 就相當於是stop of frame 能夠讓這個bass進入到Idle 這兩個方法都是 I2C的所有裝置都會去偵測的 一般的I2C的設計要求就是 如果你的data要有變化的話 都是在clock是low的時候做的事情 所以當clock是hide的時候 其實data是鎖住的 I2C就利用這樣的特性 當clock是hide不准變化的時候 如果你data有拉動的話 那就是會被解讀為start跟stop 這兩個 接下來是解碼部分 各位應該記得剛剛那個櫥中間有一個 這個decoder 這個decoder部分 在I2C的設計裡面 不需要一個額外的線路 也不需要一個額外的pin角去做chip stack 它直接在它的傳輸的風包裡面 有直接帶7bit address 這個就是直接帶在sda的這個pin角 這樣的做法就可以省去那個decoder的部分 接著它用1bit的direction 在protocol裡面的第一個address的那個byte裡面的 最lsb那個bit來決定是rewrite 我們剛才有看到這個sran這個部分 它需要有兩根pin角 一根pin角是負責re 一根pin角是負責write 在I2C的傳輸裡面 它直接在第一個address byte的最底下那個bit 來做rewrite的切換 此外它也利用一個bit的acknowledge來做 做彼此溝通間的回應 在剛剛那個ambm裡面 它也有response 是不是ready的部分 那個都是額外的pin角 但是在I2C裡面 它就直接用它這兩根pin的datapin來做回應的部分 接著它的data傳輸 剛剛這個sran是8個bit 所以它就有d0到d7有8根pin角來做資料的傳輸 但是I2C的部分 它就把這個8個bit 透過sda序列的方式來傳送 所以它自始至終data跟clock就是只有兩根pin 但是它可以傳送8bit的data 最後一個是最特別的部分 就是它利用這個clock這根pin角的部分 在road的部分 你如果裝置去拉動它的話 就可以來做flow的control 而且如果你在多host的狀況下 就可以透過這個clock來做host的sync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host的arbitration 就是也透過這個clock來做這個arbitration 各位應該還記得剛剛的那個MBA中間 如果你是多個host的狀況下 你需要一個arbit 就是一個arbit來仲裁 哪一個master現在是取得這個bus的控制權 在I2C的設計裡面 它就全部就在這兩根pin角裡面 但是它透過clock pin角的部分 同步的部分來做 剛剛提到flow control host的sync 還包括這個host的arbitration 就全部就是只靠這兩個角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它仍然達到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非常複雜的 AMBA2.0host跟slap之間的傳輸 但是I2C的設計 就只靠這兩根角就全部達成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標準都喜歡 直接使用I2C 並在I2C的physical的基礎上 又建立更多的其他的標準 I2C風包說明 首先我們來看master transmit with 7bit address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底下這張圖 只要是粉紅色的部分就是master送出來的 白色的部分也是slap的回應 首先這邊都是一系列的serial的傳輸 這上面這資料都是sda上面的資料 搭配clock所解除出來了 首先這個就是start start就是當clock是high的時候 data角從high變成low 所以這個只有一個bit 接下來這邊是7個bit的slap address 是msb先載到lsb 接下來一個bit是re或write 0是write,1是read 所以這個是一個bit slap加上rewrite bit 這樣子是8個bit 它為了讓每次傳輸都是8個bit的傳輸 所以它的slap就損失一個bit 因為這個bit拿來當成rewrite 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它標準的slap只有7個bit 是這個特別的原因 所以第一個傳送出來的 start之後的第一個byte 前7個bit是slap的address 接下來的一個bit是rewrite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是7bitaddress的方式 接下來對master來說 他就會釋放出他的bus控制權 由slap來進行ack的動作 如果在目前bus上有 目前傳輸出來這個slap address的話 那麼有這個slap address的那個裝置 就會回一個ack 這個ack是0 如果是有回應的話 就會讀到0 對master來說 他丟完最後這個bit之後 他會把他的databus釋放開來 一釋放開來之後 這個databus的準確就是high 這個時候如果有slap裝置 就是有回應的話 就會把這個bit拉成raw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raw的ack 有ack之後 接下來 如果我們是給write的話 接下來後面資料就是 一個一個write出去 對slap來說 他就是可以回ack或拿ack 最後 master會用stop 他的記號是用p這個英文字母 這就是stop 就是當clock是high的時候 他的data從0拉到1 0拉到high 所以這就是一個stop 所以這就是一個典型的 master傳送7個bit address的部分 其實重點是在前面這個部分 有ack之後才有後續 下一個我們來看就是master接收的部分 如果是master要去接收資料的話 我們稱這個動作就叫做master receive 剛剛那個叫master transmit master receive的差別就是 他的slap address 後面接的這個bit是1 就是read 這個時候如果slap有ack之後 ack完之後 slap接下來就要等clock 因為這個clock都是master去拉的 所以當clock拉動 clock是raw的時候 slap端就會把data送出來 然後在high準位的時候 master會把資料讀回去 所以這個白色的部分 就是slap丟出來的 因為現在是read 所以slap就會在clock拉動 就要在master拉動clock的時候 把資料一個一個丟出來 所以這都是8個bit 8個bit 接下來這個ack 是master add他 對slap來說 他也會去讀master 有沒有正確的ack回來 所以我們再從前面再往上看 首先 master先丟一個bit的star 接下來有7個bit的slap address 然後這個bit 是1 表示他要讀 如果slap的address剛好是match的話 他就會回一個ack 這個ack是0 接下來slap就會把8個bit的data丟出來 接著master會回ack ack就是0 接下來slap又再丟8個bit的data出來 記得這個8個bit的data clock都是master拉的 slap端只是把data丟出來 搭配clock拉動的 搭配master拉動的clock 去把data丟出來 最後呢 這是一個例子 是如果當 master回ack的時候 就是這個回應的值不是 不是0的時候 這個就所謂 nonack 然後接下來master就回poss 其實對slap來說 不管master是不是回ack或 nonack 如果master下了stop的話 step是一定都要停的 不過在某些狀況底下 通常會建議說 如果master要結束的話 最好是最後一個讀取完 是回nonack 不過這個只是建議而已 並沒有 並沒有強制規定這樣子 所以這個底下看到這個封發 就是master receive的部分 好下一個要介紹就是一個 比較常見的例子 這個常見例子就是 master先加transmit 接著master再進行receive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一個特別東西 叫做repeat start 就是現在光點的位置 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個時候 這個repeat start是什麼意思 我們一樣從頭開始看 以這個例子來說 master是先做transmit 接下來他再做receive 所以我們先看 第一個bit是star 接下來七個bit的slap address 接著呢 我們先 假設他是write 所以這個是0 接下來 slap就是ack ack完之後 這邊的data就往外丟 這邊用黃色的意思是說 如果 這個是write的話 當然這邊就是master丟了 如果這邊是read的話 這邊的資料就是slap丟出來的 所以這個圖呢 這邊他並沒有設定說 這邊前面一定是transmit 他是比較彈性的 那我們現在的設定是說 我們現在的解釋是 在這個例子 我們先把它當成前面是write 所以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master丟出來的data 接著slap有ack 接下來這邊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sr 這個地方是當clock是high的時候 master再次把data角 從high拉到long 這樣這個動作 是一個start沒錯 但是因為剛剛沒有出現stop 所以這個就會被解讀成 叫做repeat start 就是還沒有出現stop之前 又有下一個start 其實只要有start之後呢 接下來後面就要直接跟stab address 所以這就是repeat start的特別的地方 所以這邊repeat start之後呢 slap address再次丟出來 記得只要是start之後 下一個一定是先跟slap address 所以跟出來之後 接下來這邊就是同樣是rewrite 然後ack data 那同樣這邊也是用黃色 黃色的部分就是強調 如果就是以前面這個bit來做決定 你如果是write的話 那麼這個data就是由master丟出來 如果是read的話 那麼這個data就是stab丟出來的 然後ack就是另外一方做的事情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stop 一進入stop之後 這個bass就變成idle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 常見的 有start,repeat start跟stop 那中間這個部分就由rewrite bit來決定 這個data方向是誰丟出來 誰來進行ack 一樣,repeat start之後的這個bit來決定 誰負責write,誰負責re 那這個會影響這邊的運作 所以剛剛看完這三個 就是master transmit,master receive 以及加上master transmit 加上master transmit 這三個就是最基本的I2C的傳輸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個 哪一種設計 不管你是RTC的 double ep-lon,或者是sensor 就是基本就是這三個 如果你不是用10bit的話 那麼它的範疇 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 就全部講完了 不過我們還是把speed的部分 再補進來了 不過在補進來之前 我們再說明一下 這個就是I2C標準的風暴設計 我們剛剛有提過 SMBUS,PMBUS,或IPMPBUS 它都是基於這樣子的 基本的風暴 在這個架構上面 再加上一些command set 或datapack 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更豐富一點 譬如說 以這個例子為例 I2C並沒有定義 如何去做動態配置 slab address 那麼在IPMP跟SMBUS 也就有把動態配置 slab address 寫在它的規範裡面 這個是I2C 本身並沒有特別去提到的 因為它的規範是假定 這個slab address是固定的 好 所以 就這三個而已 就這三個 這三個 只要各位搞懂的話 I2C的傳輸就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特別的部分 就是 首先我們先看它的保留address 在I2C的風暴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是7bit address 7bit address裡面 它保留了16個 分別是前8個跟後8個 這總共有16個位置是保留的 比較一個特別就是0的部分 如果你是丟0000全部0 而且是write的話 這個叫general call 其實在I2C的定義裡面 你透過general call也可以做 slab address的動態更換 就是 如果你發了general call之後 就有機會 做slab address的重新assignment 但這個不在我們今天的說明裡面 那另外如果你是丟0000 然後是read的話 這個其實跟general call沒有關係 這個叫star byte star byte是讓某些 是讓某些裝置可以透過比較長的這個star 來做wakeup 或者是說它能夠跟上速度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本來我們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star bit star bit就是當clock開的時候 它拉roll了 當它拉roll之後 後面會有7個bit address 如果某些device 就是它為了省電 它先把自己設在suspend mode 當它從suspend醒過來的時候 它可能沒有辦法反應這麼快 就是它來不及解碼這個 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star byte 讓它可以反應時間比較久 因為當data變成0之後 它這邊可以有多7個bit的時間 讓自己把該initual的東西做完 這是star byte的意義 總之這幾個都是保留的 然後底下還有 底下最後最高位元的8個address 也是保留的 這邊要特別提 就是因為10bit的部分 就是會利用這個位置 當你的最高位元是111 然後110XX的時候 這個就代表說 現在是做10bit的slavedaddress 因為我們知道它7個bit 最多只能定位128個 但是它又因為保留了16個 所以它只能定值100多個 如果你超過這個數量的話 那就沒辦法 所以呢 在iSQC風暴裡面 它就多定了一個10bit 你可能會想說 會用到這麼多嗎 一個IC上面不應該有這麼多嗎 不過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剛剛提了很多標準 包括SMBus、PMBus、IPMI 還有包括那個ATCA 在那樣的環境底下 裝置的數量就非常多了 非常可觀 如果是單單的一個板子當然沒有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 像PCI介面接出來的 很多板子上一個上面 就是數十個sensor 所以你如果插個10片 7個bit真的不夠用 所以這個才是會有10bit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來解釋10bit的部分 它怎麼做 iSQC的10bit部分 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首先它的傳輸 第一個 第一個byte一樣是7個bit address 但是它這個7個bit address的內容一定是 配合這個 就是111 4個1 然後0XX 所以各位可以看 現在這邊光點的部分 這個0XX 這兩個XX 就是會對應到 再加上後面這個byte 這樣組起來就剛好就10個bit 所以後面這個8個bit 再加上前面這兩個bit 加起來10個bit 才真正是 stepaddress 所使用的 所以對 7bit的 device來說 它看到前面這個之後 它就知道不是它 它就會放開 但是對於支援10bit的device來說 它就會繼續看 去解碼後面這個部分 那現在這張圖 是 10bit address的right的部分 right的部分 它的風暴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首先是一個 start bit 一個bit 接下來是7個bit 這個7個bit的數值 是固定這樣子 只有後面這兩個bit 是特別的 會有變化 就是這邊會有 有4個變化 包括從00到11 只有10個變化 那這個是right 所以是0 這個x就是 這邊的x 它會分成 x1x2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10bit address 只要它前面這兩個bit 是符合它的話 它都會一起x 所以這個a1 可能來自好幾個 接下來 master會再丟 第二筆的staveaddress 這樣這個有8個bit 這8個bit 再組合前面這兩個bit 這樣10個bit完整之後 這第二個x 那應該就只有一個會x 因為 如果你的一個bass上面 有好幾個同樣的10bit 這樣子會很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 A1可能有很多個同時x 但是到A2的時候 應該只剩下一個 slaveaddress 它有x 那接下來呢 這個data就 master就往外丟 因為我們這邊是0 所以它是往外寫 寫寫寫寫 然後後面就全部都一樣了 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10bit的 master做transmit的時候 它的狀況是這樣 不過呢 如果是10bit的read的話 就比較特別了 它的receive的方法就比較特別 首先呢 前面是一樣的 不過 因為 你在做10bit的address的時候 當你需要去read的時候 理論上我再丟第一個 第一個slaveaddress之後 這個bit應該要填1 因為我要read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是10bit的addressing 所以 所以必須這個第一次一定要先填0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部分 如果master要去 去receive一個10bitaddress的device的話 他送出了第一次的slaveaddress之後 他第一次的這個bit是必須先給write 所以這邊會有個x1 接下來 再丟第二筆會有個x2 好到這邊 只是選 選擇了某一個device 它有回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是要去read 不是write 所以因為剛剛我們這邊寫0 那個device會以為我現在是要write 但實際上我要read的話 所以他還會有第三次的ecker 所以各位注意看 前面兩個ecker是一樣的 它的特別的部分就是 這邊是要先給一個repeat start repeat start之後呢 接下來給的一樣是 10bitaddress的前面 前面的部分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呢 這邊 這邊才給read 所以這個是特別的部分 所以 當我要去read 當我要去receive一個10bit device的時候 我是要ecker3次 所以各位注意看 剛剛的做法就是前面ecker1 ecker2 然後ecker3 對這個ecker3來說 就是同一個剛剛已經定制到的device 它再一次收到前面這個bit之後 它就會x3 同時呢 如果其他的10bit device 看到這個repeat start之後 其實它就不會再去回這個x3 那回x3之後 後面的那個device就會把資料丟出來 所以這個是 10bit的 10bit的部分 它的在receive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部分 所以如果撇開剛剛這個10bit的部分 不去理它的話 其實就是剛剛前面的這三個 對x3來說 它基本方法就是前面這三個 而且這前面三個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變化 也因為它非常簡單 所以x3就如此的受到歡迎 程式範例 在今天的範例裡面 我們會使用i2C0第一個port 它占用的是P027及P028這兩個角度 我們要展示的是7bit master全時meter mode 剛才有提過在i2C的傳輸裡面 有很多的模式 我們今天展示的是最基本的傳輸的部分 我們會啟動i2C的掃描 我們掃描的方法是從0掃描到77 就16進製的 這個都是使用master的transmit mode 我們主要是看它 我們要觀察有沒有device進行AC 我們會在i2C內處理狀態器 就是StateMachine的event跟回應 我們會透過中端機操作 並以示波器觀察來進行解說 這邊要特別強調是 對i2C來說 因為它轉轉的兩根PIN 看似很簡單 但不過它可以支援multi master 又可以支援7bit 10bit 又可以支援flow control 還有arbitration等 所以實際上i2C的controller是蠻複雜的 我們今天先從簡單的開始 並且在操作中會跟各位說明 這個i2C的controller設計其實是 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它把本來我們剛剛說的傳統方式 這麼複雜的這麼多的角位 縮減成只剩下兩個角位 所以如果光從介面來看它很簡單 沒錯 可是在控制器的設計上來說 就不會是這麼簡單 在等下的demo裡面各位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實際看程式碼 提醒朋友們 學習沒有捷徑 你必須認真的練習 基本的練習可以幫助你融會貫通 不斷的練習能夠讓你更上一層樓 GoGoGo 今天的程式碼新增了一個程式入口 叫i2C01 我們在解釋程式碼之前 我們先直接來看程式碼的運作 所以我們現在 先在左上角的Console 輸入i2C01 接著我們按下Enter 接著我們再按D Detection 好 各位可以看左下角的Console 已經有輸出了 我們等一下會分析左下角的部分 不過我們先來看左上角的Console的部分 這邊呢 我們從00一直掃瞄到0x77 只有50到57有Response 其他部分都沒有Response 沒有Response的部分就是打點 打點的部分就是 代表在這個位置沒有任何人有Response 所以目前有Response就是 0x50到57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限度圖上的部分 目前有回應的就是因為 在板端有打了這顆IC 這顆IC是一顆32Kbit的WEPROM 32Kbit就相當於是四個 4Kbit 各位知道 因為address的定值 定完之後 他需要 他每個定值 只能 帶一個Byte 所以他一個Byte 只能對應到256個Byte 所以他需要 他直接佔用八個位置 每個位置可以 對應到256K的位置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在 左邊這邊 50到57他都有Response 各位看左上角這邊 50到57都有Response 各位再看一下 右上角這個層次碼 這個線路圖 這線路圖有提到說 他的I2位置是在 0xA0 0xA1等等 但實際上 實際上 因為這顆打的是 是32K 而不是 是32K的關係 所以他實際上 對應的就是 比較大的範圍 那這個如果是看到A0的話 因為實際上 而最實際是只有7個bit 一般如果標這樣的話 是代表他是8個bit的部分 但我建議各位 還是把它用 標準的 標準的7bit來看待 所以他 對應的I2位置 實際上應該是 0x50 一直到0x57的部分 所以這個線路 線路圖的部分 我先把它關起來 接著我們來看 左下角的 左下角的scope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圖 給他 這個圖先放大一下 放大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在最前端的部分 因為我們 整個掃描 是從00掃到77 所以 一開始是0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他的starbit starbit 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箭頭處 箭頭處的這個地方 就是 當clock 底下這個clock 是high的時候 data角由high變low 這樣 這就是一個start startbit startbit 在這個scope上面 他是用一個 左 左括號 綠色的左括號 來做一個標示 接下來 就會震出clock 震出clock 八個 七個bit是address 那目前這個 你可以看data都是平的 所以這個address就是00 最後的一個bit 仍然是0 就是最後這個bit 是rewritebit 我們是0的話 就是write 所以在這個scope的分析上面 他中間有打一個write的部分 表示 現在要對0年而最實做write的部分 剛剛有提過 當 當master端丟完 丟完 7個bit 再加1個bit的direction之後 他就會把 data bus 放開了 當他放開之後各位就會發現 他是在clock是raw的時候 他把 他把他的data 控制權放開 所以這個時候 data就回復到high 這個回復到high就是 pull up的電阻 把這個電壓再往上拉 往上拉之後呢 如果有 任何的slave 有ack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會讀到0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任何人 ack這個位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繼續保持在high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scope 在這個地方打了一個驚嘆 因為他沒有接受到high 沒有接受到high的話 那就是再做下一動 做下一動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紅色的 右瓜 這個地方就是 當clock是high的時候 他的data角從raw變到high 就是這個點 當clock在raw到high 這就是一個stop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邊就是一個stop 這邊是一個stop 那做完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就會再做下一個01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 往右邊再稍微拉一點 所以下一個01就 就繼續往外丟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左邊先下完stop之後 接下來這邊就是一個stop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clock 比較 clock是high的部分 他拉的比較寬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先做了一個roll到high 就是stop 接著再用一個high到roll 這樣就是一個stop 這邊讓各位 特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的clock的寬度 其實是 不是全部同樣的寬度 這個是在i2C傳輸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 i2C的clock 是可以用來做flow control 做arbitration 他有很大的功能 而且可以讓master端 彼此做sync 在i2C裡面 他的clock呢 是隨時如果 你 如果其他的master 或其他的device 你跟不上速度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roll 拉久一點 所以對master來說 他丟出clock之後 他必須觀察目前的clock 有沒有回覆high 因為 任何的device 或其他的master 是可以透過把 這個clock的低 roll的部分 繼續拉住 所以各位 其實你 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clock的 只有中間這邊 感覺寬度是一樣 其他地方寬度不一樣 但即使是這樣子 中間這個在丟data 或丟address的時候 這邊都是可以在 這個roll都是 clock的寬度 在roll的部分 也是可以變寬的 因為這是i2C 特別的部分 所以 這點就是告訴各位 在i2C的傳輸裡面 他的clock 跟我們一般想的clock 其實不太一樣 他的寬度 尤其在roll的部分 是有時候會有變化的 而透過這個變化 他除了做arbitration 他還可以做flow control 所以接下來 我們看了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再跳到 我們剛剛提到 有回應的部分 在回應的部分 他是在50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把 游標一直往右移 我們就跳到50的部分 各位 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有 實際上有回應的部分 這邊 各位在看到 這邊丟4F的時候 沒有ek 所以這邊是沒有ek 但是50的部分 就有ek了 在 而這也是50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 第9個bit 是0 表示有正確的ek 當有正確ek的時候 目前的程式碼 沒有丟出stop 是直接丟repeat start 各位可以看現在 箭頭 現在指的位置 這就是一個repeat start 所以這個在程式碼 等一下各位會看到 如果有正確 讀到正確ek的話 我們會用repeat start 來做下一個 而不是丟stop 再丟start 接著我們再往右邊移一點 50 51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都有正確的ek 一直到57 都有正確的ek 一直到58 就沒有ek 所以這邊 一直到57 都有正確ek 到58 就沒有得到ek 所以各位 我們剛好給各位看 在線路圖上 因為他打了 打了一顆double1 而這double1 因為他有 4k 他有4kbyte 所以他有佔用了 8個位置 如果沒有得到ek 我們就同樣在程式碼裡面 就會下stop 再加start 那接下來我們就跳到 程式碼的最後面 圖形的最後面 因為我們一直是下到0x77 所以各位可以看 最後一筆就是0x77 丟完0x77之後 0x77之後 0x77之後 我們就結束了這個丟 這個傳輸 這時候各位就會發現 clock跟data 都回復到high的部分 當回復到high就是 boss是idol的狀況 所以 這就是目前的 輸出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程式碼 可以做 持續的 持續的detection 我們剛下d 他只做了一次detection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 再看左上角 我們現在先跳 按q跳出來 按q跳出來之後 我們再下一次參數 這次我們就下一個 9999 這表示說我會做detection 9999次 所以我現在按enter之後 按detection 那各位可以觀察 左下角的圖 左下角 各位可以發現 現在左下角是一直在跑的 所以我放大給各位看 現在是不斷的一直在做detection的動作 就是從00偵測到777之後 再重複做一次 那各位也可以看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等一下各位看到程式碼 每做完一輪的scan之後就會把 就會印出一個叉叉 我們現在只是讓各位知道 我們這個程式碼有留了一個這樣子 可以不斷的做scan的這樣的動作 我現在先按q跳出來 好 我現在就結束這個部分 然後我先把螢幕做一下清楚 然後我把我們現在的畫面留在50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程式碼 好現在左下角 我們現在調在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 請各位看右上角 我們現在就來看程式碼 i2c01這個程式入口 一進來可以帶一個loop的參數 這個就是剛剛各位有看到 如果你有帶一個參數的話 那麼就會 就會根據你指定的數字 做scan的次數 就像剛剛各位看到 不斷的在跑 接著呢我們有定義了一個 i2c control的一個 block 這個裡面其實只有兩個參數 我跳過去給各位看 這裡面是一個是scan 然後另外一個是address 這個等一下程式碼都會看到 所以我們再跳回來 總之呢我們一開始會把這個 結構體內輕微0 然後帶給一個global變數 這是一個內部的global變數 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回來 我們一開始會把 p0-27跟p0-28 所對應的這個i2c0的interface 先把它power打開 所以在第99行我們是把power打開 接下來在第101行到103行的部分 我們是設定clock 設定成400kHz 不過剛剛我也特別跟各位說 這個400kHz只是一個參考 因為實際上在i2c裡面 這個400kHz呢是會被其他人干擾的 不論是device或其他的master 當他來不及的時候 他會透過把clock的low 拉長的部分 讓這個clock變得比較慢 所以各位再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這邊同樣 就剛才其實有提過了 我再把它放大一點 各位如果仔細觀察這邊的clock 你會發現這clock其實 它的寬度沒有都一樣 所以你看 我現在箭頭處這邊的clock 大概是400k沒錯 可是左邊的部分呢 這邊就寬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就是 在i2c的clock 他不是很單純的clock輸出 這個是你的i2c的controller 他在丟clock的同時 他也要偵測 這個clock是不是有被其他人 拉住low 拉住low表示對方需要你等待 以及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他在這個階段也會做arbitration 總之 我們再回到右上角 這個clock400k 是大部分的狀況現在是400k 但很多時候他的他的頻率 會比這個有一點變化 通常會拉得久一點 好接下來從104行開始 我們是設定ping 我們把這個設成function 他是i2c的部分 我目前使用的這顆ip 他的i2c是完整支援 完整支援i2c的功能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去調他的opengen 因為如果你設定到p027 跟p0248的話 他內部就是 標準就是一定是opengen的輸出 而且我們剛剛提的那些 clock做arbitration 還有包括 跟其他的master做同步的部分 這顆ip都有支援 所以他其實內部是有點複雜的 接下來我們在底下是設定interrupt 我們先設了他的priority之後 這場設priority 我們在enable之前先把pending的irq關掉 然後接下來把中段打開 因為我們有設定ISR 114行這行做了之後 i2c的內部就被enable起來了 接下來層次馬一開始會先印出這行 就116行這邊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再跑一次 我們這次不要給參數 不用給參數 那他就會只做一次scan 所以各位可以看 我們現在跑了之後 他就會印出跟右邊這邊一樣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按q就是跳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回圈裡面 按q就會跳出來 跳出來我們就會把中段 disable掉 然後把這個i2c的interface disable 接著把power關掉 然後會印出一個exit出來 所以我們先做一次跳出來的動作 給各位看 按q就會印出現在這一行 然後我們現在再進去一次 接著如果說我們現在按下 如果按下detection的話 他就會做detection的動作 仔細上做detection的時候 我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address先設成0 表示我們是從0開始scan 接著我們會把loop值帶給scan 這個loop值就是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帶 那如果我們進來沒有帶任何參數的話 那loop一開始是0 所以就只做一次的scan 所以我們如果按detection的話 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做完之後我們在126行做一個 這個bi2的star 設定它的control是把star設進去 其實當我們做這行的時候 只告訴control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幫我把starbit送出去 就送出starbit 接下來我們就會在isr裡面做其他處理 所以我們如果按detection的話 我們現在就按detection 好那按完detection之後 其實各位現在看到這些輸出 左上角這些輸出 從這邊到這邊 這邊的輸出都是 在isr裡面做的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就進isr去看 我們現在左上角這邊的輸出是怎麼做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往上跑 這個是isr部分 我們剛剛指定了 我們剛剛指定了那個bit之後 他就會送出一個starbit 並且我們設定了一個scan 所以我們現在程式馬會跑 主要是跑這一段 不過我們也把31行這段先說明 我們isr一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會去讀一個 他的內部的stay 這個stay是跟stay machine有關 因為這個跟你目前 是處於什麼狀況是有關係 所以你讀到了這個stay 要配合目前的前面設定的模式來做判斷 不過不管你現在是什麼模式 如果你收到的是00的話 那是表示有bus error 當有bus error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段把bus關掉的動作 就是試著把這個bus回覆的動作 所以目前當然是不會有bus error 我們目前主要是跑36行這一段 就是我們進入scan的狀況 因為目前我們把scan設定 除此之外 如果說沒有設scan的話 我們一樣會進到後面這段 這個處理方法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會把目前 我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狀況 把它印出來也把bus停掉 不過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程式碼來說 我們剛剛做 我們現在要做的scan就是 做一個Transmitter的 就是Master Transmitter的動作 所以 我們現在 要搭配的就是它內部的stay machine 各位可以看我這邊有 在39行有判斷08跟10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各位我們就要來再看一下這顆IP 這顆IP 在處理Master的Transmitter 各位看左上角 這個Transmitter的時候 一開始呢 我們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要求 丟出star bit 丟完star bit之後 如果你是丟到 你收到08或10的話 表示你的star bit 有正確送出去 接著呢 它就會中斷你 所以各位可以看 如果我收到08或10的話 各位看左邊 左邊這邊告訴你說 如果我收到08 表示一個star的condition 已經正確的丟出去了 或者是說一個repeatstar 有正確丟出去 所以不管是08、10 都是star已經丟完了 當我丟完之後 我就要做下一動 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下一動就是要丟出address 所以我們在第40行這個地方 會把address 因為我們在一開始有把它填0 所以我會依序把address填進去 這樣的話就會一直 從0一直填到77 等一下各位可以在底下程式碼看到填0到77 總之呢 我們就是把address填到這邊 那因為我們有左移 所以我們的最底下那個bit是0 所以是right的動作 相當於我們在這個 第41行這邊就是把 要填出去的address加上right填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呢 接下來回复就會從這邊回來 這個回來就是如果我收到18的話 表示我的 我收到一個ack 就是我的address往外丟 那收到ack 如果我是收到20的話 那就是沒有收到ack 所以各位可以看左下角 左下角 現在看左下角這邊 如果呢 我丟出來沒有收到ack的話 像現在我現在的那個 箭頭指的位置 這邊就是 當我沒有收到ack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各位看左上角 我們就是會收到20 當然如果我有收到ack的話 這個時候 ctrl就會回我18 那有收到ack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在50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調到50這邊來 好這邊就是 有收到ack的話 在50這個地方 好像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都有收到ack 所以如果說 有收到ack的話 現在箭頭 左下角箭頭這個地方 就是有收到ack 有收到ack的話 就會回0x18 如果沒有收到ack的話 就是收到0x20 所以各位在看左上角 我們再回到程式碼裡面 剛剛我們一開始 isr來的時候 是表示說 star跟repeatstar 已經有收到 所以我們 丟了一個stay address 加write出去 接下來呢 如果 下一個中段過來 我發現我現在狀態是18的話 就表示我有收到ack 如果是20 就表示我沒有收到ack 如果收到ack 我就印出一個o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我們在console輸出的o 如果沒有收到ack 我們就打一個點 除了這兩個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還會有很特別的狀況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當我收到0x38 38各位請看左上角 因為 iSquatch它是有support multi master的 所以 當我丟了一個stay address 出去之後 我很可能 跟另外一個master 兩個相衝突 而它 左丟的位置可能是比我 優先權更高 所以這個時候 很可能我會遇到一個arbitration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他說 在iSquatch的controller來說 雖然兩個pin 而已 但是它遇到的狀況其實是還蠻複雜的 如果說你現在遇到arbitration 就是同時有兩個master 對外丟address 而它的address的位置 比你低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會 你就會收到38 你就輸了 你就輸了這個arbitration 所以接下來你就要放棄往外丟 那這個放棄往外丟的動作 不用你操心 因為這個controller會幫你做 除了這個arbitration之外 還有其他的狀況 譬如說如果收到28或30 表示你現在是在丟data的狀況下 取到AC或NAC 所以28 到28跟30 各位可以看在這個狀況下 就是2830 目前我們現在處理的部分 就是只有單單的是 在master transmitter的mode底下 你可能收到的回應 包括start結束 repeat start結束 這邊這兩個 以及你stave收到AC 或者stave address沒有收到AC 以及data收到AC data沒有收到AC 以及遇到arbitration的狀況 就是控制權被其他人拿走 這個只是單單的master transmitter的狀況 所以它是其中一種stave 如果是在master receiver的模式底下的話 那麼它遇到的狀況又就是這邊 除此之外 還有當你是stave的狀況底下 你遇到 你可能收到的event就是這邊 接著再往下 是stave receiver mode的時候 你可能遇到的狀況 所以不同的stave它有不同的因應 所以這就是一個stave machine 這些stave machine 都是這個controller會幫你做 因此我們現在如果只focus在master transmitter的話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就是現在列出來這幾個 尤其我們目前要做scan的狀況下 因此我們要處理的就是0810 以及這邊遇到的18跟20 就是18是stave有AC 以及20是stave address沒有得到AC 我們只處理這前面四個 當然如果遇到arrow的話 我們會把這個狀況印出來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 再看一次這個isr裡面的處理 我們一開始就是在主程式那邊 把star bit要求送出去 之後我們就是先判斷 如果是start之後有AC的話 接下來我們會把slave address這邊往外丟 丟完之後我們再看現在的回應 如果回應是slave有AC的話 我就會印出一個o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是印出一個小點 如果有error的話我這邊會結束 就是會印出來我目前出問題 接下來底下的程式碼就會印出o跟小點 如果說我們有給loop值的話 就是會掃描非常多次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不是最後一筆的話 那麼我們只會印出一個x 接著最後一次才會把東西印出來 所以這個程式碼大概是這樣子的運作 所以我們再跑一次程式碼 首先我先跳q出來 我們再做一次我先把螢幕先清掉 清掉之後我們再下一次參數 這次我們下9個好了 當我們現在各位看左上角是9對不對 所以各位我們再按detection就會跑 所以它一下就跑完了 那左下角scope也是更新後的輸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現在 這邊會印出8個叉叉 因為我們前面跑了80scan之後 最後一次才會把這個完整的結果印出來 所以這個程式碼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想說 以這樣子來說 我的處理上其實是蠻複雜的 各位可以看我們再把這個 左上角它的controller要求的部分打開來看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我們目前在Table 399 只是單純 就你是Master Transmit的時候 你要處理的狀況 如果是Master Receiver 你要再看另外一張圖表 這樣子對程式碼的處理來說 其實並不簡單 因為有那麼多種的模式 甚至呢 當你在Master Transmit的時候 你可能會收到0x38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你的Arbitration可能會Lost掉 一Lost掉的話 你要把自己的模式切成 你可能是要接收的Slave端 所以你可能要變成切成你的Slave Receiver Receive或Slave Transmit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蠻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就是因為 所以這麼簡單的兩根PIN 要取代這麼多的功能 包括MatiMaster 這個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過Controller已經幫我們做蠻多事情了 所以接下來我再demo一個東西給各位看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再跳出來 我們再做一次 這次我們下多一點 我們跑7777 然後接下來我把 我把它切到我們的實際的Controller這邊來 接下來我就讓各位看 我們實際Controller跑起來的狀況 它對應到CPU的使用率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我們切到IDE的環境 現在我們在 各位可以看左上角 我們現在要輸入7777的回圈 所以它會跑7777次的detection 所以我現在就按Enter 按Enter之後它就開始做detection 當然要按D 按D之後 各位可以看左下角 左下角是scope的輸出 它就會開始跑 好各位可以看現在已經開始跑了 那這個時候我把 目前的這個右下角的這個profiling跑起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的CPU的使用率 目前CPU的使用率 有88%是在slip的狀況 88%是處於slip的狀況 好這邊88%我把它清掉再看 有88% 所以各位可以看左下角 左下角的部分 它是全時間在跑 可是實際上 CPU的使用率並沒有到100% 那現在因為已經停下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現在CPU幾乎都是在睡眠 因為現在沒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再跑一次 我現在再按一次detection 各位可以看一下 層次碼又在跑起來 所以各位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對左上角 Console的輸出 以及左下角scope的輸出 現在可以感覺 可以感覺出來 CPU是全速在做scan的動作 它完全沒有停歇 一秒都沒有停歇 可是實際上 真正的核心 它運作其實沒有佔滿 各位可以看它 各位看右下角箭頭出 它88%的時間 只佔用88% 88%時間是空閒的 當然現在停下來了 停下來 現在CPU就大概是100%空閒 這個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有Ctrl在幫助你的話 雖然我們感覺非常的忙碌 但實際上因為 Ctrl幫我們做了很多的判斷 我們在程式碼這邊 我們在ISR這邊做的處理 其實這邊的非常多的判斷 如果是你程式碼自己來做的話 你的CPU可能會全部都被佔滿 但是因為現在有Ctrl的幫忙 所以我們的CPU還可以空下 空下手來做很多其他事情 所以我們再做最後一次 當我現在在這個地方按下Detection之後 現在開始跑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清掉 所以各位可以看 左上角跟左下角 現在是全速在跑的 但是實際上 CPU還有88%的空閒 還可以有余力做其他事情 因為Ctrl幫我們做了蠻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有辦法來做其他的工作 那我們就等它跑完 跑完之後 這個CPU的空閒就會再提升 現在CPU空閒就會再往上升 所以今天的demo就到這邊 讓各位知道 在I2C的控制底下 Ctrl幫我們做了蠻多事情 但實際上你在Programming上 也不會很輕鬆 因為它的狀態真的是非常多 那我們今天只做了一個簡單的 Master Transmit的部分 希望今天的demo對各位有幫助 哇時間過得好快 咱們就此話下句點 下一堂課再見囉 等你喔